對啊 不是 你聽我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那我們現在不要歡迎小甜甜出來 來 好 我們歡迎小甜甜 你不會真是這麼猛烈的聲音 嚇到分支 嚇到分支 嚇到 你到底不知道你怎麼辦 就是因為你的禮貌 你剛剛講那句話 如果甜甜真的站在門背後 你怎麼辦 不是啊 他就會說為什麼你不讓我 拍他的MV耶 為什麼 對 為什麼要說 我哪裡 我只是想要知道 我只是想要知道為什麼 對 他只是想要知道為什麼 沒有 他剛剛說了Shok 對啊 就是我是驚訝 不是驚訝 所以如果他的MV 你不曉得是李玉芬的話 你就是覺得很驚訝 就是 什麼時候可以去探望 我不能說 因為我跟小甜甜不熟啊 所以如果下一部戲導演說 男主角是Mark 然後女主角是小甜甜 你就會說為什麼這樣子 就是為什麼 就是 就是 劇本可以看一下嗎 可是真的是角色需求 對 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追跟就比 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 我先不懂的事情 是幹嘛要瞞住他呢 就是 就知道他會這樣反應 因為這種事我跟小艾斯丁 我就會跟他說說 昨天我跟小甜甜有一場戲 他就會說就這樣 就是沒有什麼好瞞或不瞞 就想到就講一聲就好啦 就是什麼 因為不是你的人生啊 對 幹嘛要瞞他 可是因為我們剛才聊到 就是他會對你的人生 有非常多的 規劃嗎 對…他就會想像說 你們覺得其實是他出資嗎 完全沒有 沒有 我只是驚訝 因為 因為他最近跟小甜甜 開始變成了朋友 你在吃醋 沒有 然後我就會覺得為什麼 但是原來是因為要拍MV 是這樣嗎 因為 那怎麼樣呢 就教他吉他或什麼什麼東西 應該不是這樣 你在觀察這件事情 我想他會告訴我 所以他當小甜甜的朋友 這件事情 你已經有點不開心 就是這個圈子 根本碰不上去啊 所以如果你們去唱KTV的時候 小剛說 Marco今天要帶甜甜來的話 你會說為什麼 是不是 不會啊 我就打電話叫黃鐙輝也來嘛 所以你覺得這樣 這樣有一組人在一起 所以如果甜甜在你家彈吉他 然後Marco打電話說 我要去那邊玩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可能要馬上離開 因為 對… 你們太失禮了 你們 你有跟小甜甜講嗎 說如果今天 叫小甜甜要來我家 他你要立刻離開 有耶 我有講 然後他也有 他有人這樣交朋友的嗎 可是我覺得這是 可是他會開心 他如果知道我們這樣做 他會開心 是不是 我還滿感動的 對啊 這有什麼好感動的 對 這有什麼好感動的 對 我覺得他們兩個很貼心啊 不是啊 你就應該說說 沒有關係 不要這麼失禮 你就應該自己不要去啊 我很感動 可是下一次其實我沒關係 對 因為在我們的字典裡面 我家是一個很祕密的地方 真的耶 所以不希望是 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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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叫小甜甜彈過 就是這首歌 所以你們四個人 你們四個人有共同的一個字典是不是 所以你家裡面是 你家是堡壘或者是基地這類的意思 類似 對 然後結果讓一個外人進來這件事 對…應該是類似這樣 而且剛好又是圈內的人 他就會比較擔心一點 OK 那拍MV這時候 有什麼好感的呢 我們知道她田田很想要拍MV 而且她想當女主角 我們都知道這件事嗎 因為她有在康熙就是 她在我們節目講過這件事 她有來中學一個Vanessor 五件好的MV 她有來爭取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講說 完美男人這首MV 很適合她這個角色 就是她很適合那個角色 然後於是我們就找她來拍 然後她也就是一口答應 完全就是一口答應 然後可是因為現場戲分實在太好 導演就一直加戲… 加到最後就是加了吻戲這樣 可是我們也很尷尬 出乎你自己的意料 對 也出乎我 所以那個裡面的角色 是什麼樣子的人 為什麼會適合田田 其實我們就是兩個人很開心的 一個人在彈吉他 一個人在唱歌 然後前面就是有一桌蛋糕 那可能就互相餵對方吃啊 然後很開心的 你們兩個互相餵對方吃 小甜甜餵我們 對… 然後就是 所以她是管家嗎 對…類似 她穿女服裝那些 為什麼 為什麼 很好啊 為什麼很好啊 再會看 女服裝不是李玉芬穿的嗎 超棒的 我看你回去要跪算盤 反差是不是 所以你是故意要追求 那種反差感是不是 其實不是耶 因為其實小甜甜她現在 從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其實就已經 跟以前的型不太一樣了 她一直不斷的在減重 目前 據我所知已經大概 我們現在是在討論 小甜甜的型嗎 是 瘦了大概20公斤 而且她本人非常的清純可愛 在沒有化妝 我們知道 我們認識她嗎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非常適合完美男的這首歌 所以張若婷她的理由 你可以接受嗎 我可以 那穩這件事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 角色需求可以 舌穩 深穩 所以是深穩嗎 不是... 不是深穩 是碰一下這樣子 那你現在開始進一步 叫她彈吉他什麼 因為拍完MV就可以散嗎 可是因為是這樣子 因為小甜甜跟我說 拍MV的條件就是 要免費教她吉他一輩子 對 這是個陷阱太好了 不是... 我沒有把她想到那邊去 真的 小剛請問她有沒有提出要求說 是也想要加入你們這一群 她也想要認識趙又婷跟學姐 沒有...她從來沒有跟我提過這一群 其實她... 她真的很想要學吉他 而且我教她吉他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所以你們兩個到75歲的時候 還會再彈吉他耶 我想那時候 聞一下已經不彈吉他了嘛 這就是一輩子啊 你現在在跟她交往嗎 沒有...完全沒有 你剛才對她的形容 好像是對她有好感耶 因為你說讓她減重了以後 又變清秀可愛 你在為她辯護啊 可是我說的是一個 就是睜著眼睛看到的狀況 對 就現在有看到 所以我們是假眼睛嗎 我們是假眼睛嗎